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做完一日夜回家 最好能切一盆牛肉 然後說了一聲 拿一杯酒來 那又多麼痛快 這句話就是胡耀邦在1984年10月 去到山東一條農莊訪問的時候 對當地的農民所說的 其實中國人多年來的願望 都是希望在做完辛苦工作之後 能夠有一碟牛肉 有一杯酒 休息一下便於願意足 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 星期六因為心臟山失病逝北京 成為各部的頭條新聞 胡耀邦出生於河南農家 十二歲入黨 曾經參加長征 又參加過抗日 四九年 在劉鄧大軍費下 參加過淮海戰役 橫道長江 民家期間 避免去共青團第一書記職務 還受到批鬥 七五年他復出 到八零年出任黨總書記 任內線後訪問過日本和西歐 八六年發生學潮 他被迫辭職 但是保持政治局職位 上星期六 胡耀邦病逝北京 中國將會下半期治癌 並且安排隆重的喪禮 四川學生的環戀話 三十年前坐鎮村北 政績匪然 三十年後領袖經思 功德永治 本港報將社論對胡耀邦一生有高度的評價 尤其是推崇胡耀邦維護知識分子 推動改革的政績 《經濟日報》正經中環標題是 《興亡百變思言節》 《耀邦空懷赤子情》 內民認為人民對他懷念熱烈 是周恩來以後謹健 《快報》的快語就說 他不計厲害建立寬鬆和諧的環境 不搞運動不打棍子 違責不單止長流人間 終必會發揚光大 《信報》和《明報》集中評價他失敗的原因 《信報》說 胡耀邦失勢主要的原因是急於求成 希望短期之內改變中國 終於在既得利益集團反撲之下被犧牲 結論評價他是改革中國的一條頂天柱 《明報》也持有相同的論調 《明報》說他推行改革過急 政治手腕不夠圓滑 不過他心得民心 實是中國當代政界無犯 胡耀邦逝世的消息連一例 也成為中國和台灣報紙的頭條新聞 北京各大報紙也刊載了 中共中央關於胡耀邦逝世的副告 《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 在副題突出了胡耀邦 是久經考驗的忠誠共產主義戰士 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政治家 台灣的《中國時報》也大致標題 說胡耀邦遺德不卒 鍾其生偉遇參半 而內文就是報導三位大陸女美學者 在紐約一次討論會中評價胡氏的政績 本港報紙除了幾份親中報章之外 大部分著重胡耀邦逝世在知識分子和大學校園之間引起的震盪 例如天安門廣場出現大學生吊祭胡耀邦的花圈 很多報紙也製版刊出北大校園出現的悼念胡耀邦的大字報和挽聯 這一段就是 一人為天下憂 天下為一人道 快報說北京學生出現不滿政府的思潮 而英文虎報就報導 胡耀邦長子胡德平要求趙紫陽 要官方評價胡耀邦當年辭職的原因 和評價他歷史的地位 我們看看今早的《文匯報》 它在頭版刊載了社長李子仲的一篇特稿 特稿的標題就是《萬人誰淚盜胡功》 內文看看 他說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所激起的學潮 遍及大陸各地的時候 胡耀邦竟然間獲舊引退 是改革開放的一大波折 胡耀邦從此就是淫淫寡寬 《文匯報》的社長特稿就說 我想向執政諸公賞一言 就是希望萬望以後認真推行民主憲政 不要搞什麼政治運動 或者沒有運動形式的運動 到今天有新的發展 《國報》的頭條轉移到天安門的遊行事件 昨晚屬於千計人 是由北京大學出發 遊行到天安門 要求民主並且悼念胡耀邦 胡耀邦 我想我們要從最新的形勢談起 就是其實今早凌晨有上千人 是從北京大學遊行到天安門 談民主 說他們的悼念胡耀邦 你這個形勢會不會對中國政局方面 產生什麼影響 暫時來說 當然不知道他的示威會怎麼發展 但是我認為不會像周恩來死了之後 天安門事件這麼緊張 不過現在還是難說 因為近一年來民怨民憤很大 工人有不滿、農民有不滿、知識分子更不滿 所以從今年開始 一開始 北京當局已經準備了防止大動亂的各種措施 所以局勢對他們很不利 所以要看那些學生示威會發展到什麼地步 如果未多引起其他的動亂 例如說工人參加或一般市民參加 只是在校園或天安門有秩序地進行這些活動 那就不會鎮壓 但是若是惹起更多人的參加 和街上遊行他們就怕 現在這樣的形勢 現在這樣的民怨民憤可能造成大動亂 所以就會鎮壓 你提到民怨民憤可能造成大動亂的時候 當局又會堅強於鎮壓 那情況是不是很自己壞 因為這個形勢令到他不能不鎮壓 因為不鎮壓可能蔓延全國 因為物價高漲 因為生活越來越困難 因為貪污腐化 因為農民連原料都買不到 因為官島 就是這種情形 他怕引動全國的大動亂 所以他會鎮壓 但是從另一角度看 會不會現在知識分子 學生有這樣的表現 中國領導層會起來一種醒覺 特別是同情改革的 或者是改革派 是否有兩派的鬥爭問題 是否有兩派的鬥爭問題 從今天到今天為止 我未見到當年是保守派那幾個人 鄧小平要逼胡耀邦下台那幾個人 有悼念的表示 所謂的新權威主義 是因為鄧小平年時以高 到85岁,想建立一套班底 很有强力的,很强的班底来领导 让保守势力不能移动 但同时的必然是 让民主国家派出色分主要求释放偎经生 要求民主国家不要再出声 他亦会镇压这方面 所以以新权威主义而知 邓小平说这是我的主张 最近说就是想这样 所以证明是不会更加开放改革 甚至进行政治体制的民主化 照样看就不错 好,多谢你 胡先生,我们这节目就讲第一条新闻 就是讲报界,讲杂志 或者我们看看胡耀邦说过几个所谓语论 一个他说,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我们中国一个报社 二千人的大获法 走遍哪个国家的明山大村 都很难找到 好,另一个跟我们的新闻很有关系 他就说新闻工作是要二百开 二百开呢 他说报纸有八分是歌颂表扬的 有二分是暴露缺点和阴暗面的 胡先生,知不知道胡耀邦也帮得挺保守的 就是这样 当时我们二百开的时候 我们有很大的批评 但是另外有一些说法就是说 在中共过去来说 是百分之二百全部要高纵的 如果他能够给两成你 音乐面都已经是好了 所以这个也不是能够说他宣传保守的 好,多谢你 谢谢 这个星期的头条新闻突发事件是特别多的 胡耀邦逝世其中之一 另外一中就要数到英国球场的惨剧 死了百多人都算惨了 当然了,在取材方面 中文报纸和英文报纸有不同 中文报纸当然是以胡耀邦逝世的头条 但是英文报纸就是选了英国球场的惨剧 做他们的头条新闻 关注的重点毕竟是不同的 人之常情而已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将来香港如果要研究如何防止球场惨剧 最好还是不要找英国专家了 对吗?王子强 那也未必 或者要找他 为什么? 因为他够经验 一位够经验的英国专家 这个星期也成为头条新闻 顾宇登51岁 英国人 但是已经是老香港了 60年代 他在港大经济系做港师 他说他的学生做包括 现任港大教授陈坤耀 和卫生福利师 由于酷爱研究 他后来就转头雜誌写 做记者和赞稿人 他写过不少尖刻批评时弊的文章 他后来又在电视台主持时时访问节目 持风锐利 逼得这些政府高官透不过气泪 顾宇德为什么 后来又答应出长政府的智囊团呢? 他说 批评了20年了 应该帮手想想办 智囊团的团长顾宇德 和我们是分属同行 明林 照顾我们头条新闻节目 应该请他上来访问几句 不过他说不想出镜目 为什么呢? 难道一入后门 甚至海? 其实顾宇德就是我们的行家 他应该知道做电视节目 要请嘉宾信仰访问 特别是请政府官员 不是容易的 穿西装打脸打脸的胡耀邦 当年访问日本洪之英发 交了不少日本的朋友 友情是要继续发展下去的 而这个责任就落在李鹏的身上了 李鹏这个星期访问日本 就成为各报的头条新闻了 李鹏总理皆同夫人朱林外长前其心一行 访问日本五日 抵捕之后 立即同受丑闻案困扰的首相触下灯会谈 在第二天 李鹏总理拜会新日王名人 并且邀请他访问中国 这个对尼逢两国人民相感情绪 一般认为是有积极的作用 中日两国在三四十年代交战八年 及至四九年以后的二十七年 两国都并没有帮交 到一九七二年才正式见交 不过多年来 双方关系惊激满途 前首相田中郭榮公制战犯陵务政国神社 大阪法院判决江华辽的业权归属台湾 日本官员选改侵华历史教科书等等 都曾经引起双方关系紧张 对于李鹏访问日本 日本亦都有很多报纸的报导 但是标题和内容的处理 就与香港的报纸稍有不同 比如本港的报纸说 日王名人正式就日本侵华士道歉 而《独卖新闻》的标题 就比较含蓄很多 《独卖新闻》说 中日过去有段不幸的历史 天皇向李鹏流露出遗憾之意 《独卖新闻》的社论 又将今次访问的意义 比喻是继美苏公封会议 南北韓对话之后 迈向21世纪缓和年代的一个好的开始 另一方面 他又认为中国既然出现经济问题 身为经济大国的日本 应该协助中国解决困难 李鹏今次去日本 当然是要谈到 如何吸引日本对话投资 和技术转移方面 我想特别是如何吸引日本的民间企业 来到中国投资 你觉得他的目的能否达到呢 目的呢 如果短期说可能比较困难 因为民间投资呢 主要都是说投资当然是想赚钱 那样的问题 那在中国是否可以达到这一点呢 就是第一个言文 第二点呢 因为中国现在都是要创汇 创汇为主 他觉得民间投资 就是那些基本建策方面呢 中国就有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价格的问题 他就通过了投资收入 可不可以合理 第二呢就是外汇本制的问题 他的钱可不可以回出去 同时日本呢 一向都是对外投资 对中国呢 就比较神神一点 所以就 我短期就不是很看好 特别是令胡耀邦之死 可能会有影响 我今天看你们《桂报》 李嘉先生的专栏呢 他是引述一位 就是银行家所说 他说就是胡耀邦死后 中国政局是否安定 在这些未确定之前呢 就日本民间企业 投资中国呢 就更加会犹豫 你同意一下李嘉先生的看法 他看在日本的 就是李嘉先生很多年 当然这些看法 有一定的观点是正确的 尤其是银行家投资呢 当然比较 要看到各种的条件 如果这个是一个因素 他当然要考虑 日王呢 就没有对李鹏就侵华道歉 但是他就对那一段 不幸的历史呢 就有遗憾之意 虽然用字呢 比较是隐负一些 但是自此之后 会不会中日关系 会是开展一个新局面 是前面是一片坦途呢 如果是日王 日王现在他说遗憾这个字 还在日本就引起很大的注意 还有也有一点争论 因为在宫内听的官员 又不否认 但又不承认他说过 又说他就算说过 可能是他私人的意见 但是无论如何 我觉得这是一个向前一步 因为以前我们记得 田宗去中国就说 有一点点麻烦 引起我们中国人很大的反感 可以说 所以这次如果正式说了 遗憾这个字 就是一个进步 那起码已经铺平了 日王仿华之路 仿华之路铺平 至于长期的关系 一直平坦 任何两个的关系 都不会一直平坦 好 谢谢 谢谢 漫画看到了 跟随李鹏访日的外交部长 请前其心 都这么关顾香港 吴明林 英国既然间说 对香港有道义责任 都不可以不看香港一眼吧 英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 明天开始在香港举行听证会 相信会成为 未来的几天头条新闻 近期都有一个趋势 有些报纸动员六七个记者 组成一个采访团 一大版一大版 做罪幕式的报道 这个模仪都是一个新趋势 接着我要介绍大家 看一份英国的报纸 就是英国的太阳报 这份报纸 你不要小看它 虽然它尺寸很小 但是日烧四百多万份 那么厉害 通常人们看这份报纸 一掀就会掀到第三页 我给你看看 哇 这些是掀的 难道有人审查了你 不是 这些叫做自我审查 不用那么快自我审查 差不多了 这份报纸的第三页 就不如儿童观看 但有一份报纸的第三页 对香港很重要 我们不可不看 现在看的是 1842年3月17日 在澳门出版的 《华有西报》 第一期的第三页 这段头的新闻都算重要了 因为它决定了香港 香港未来150年的命运 原来这段新闻 就是一段声明 是英国阴差大臣布丁诈 他说香港未来 会是一个自由贸易免税港 这项公告都算是英国 对香港政策的第一个立场 本来这份声明很应该刊登 在政府宪布上面 但可惜那时候没有政府宪布 要在一个星期之后 香港第一份宪布才出版 香港第一份出版的宪布 就是《华有西报》第二期的联刊 这份联刊出纸四张 总共有八版 每版是有三栏的 首一版被宪布霸了 这一段声明 他们登的政府公布 它有法律效力 接着刊登了一段委任消息 是委任市超域 做副部政司兼副部官 难怪现在湾仔在市超域里 接着就是十一项 港口船务的修订条例 其中包括规定 未经船长批准 而擅自将船载来码头 是会被罚款一百元的 至于头条新闻 和现在也不同 好像够罪够义 好像社论多过此新闻 而他的主题 就是探讨一百四年之后 所发生的种种事故 是究竟会不会影响到 香港在中国的地位 当然还有其他的新闻 不过最后一版 又是被一些广告罢了 还包括有卖布 有卖铁资 还有去新加坡和加以各搭的船旗 当然是没有航空公司的 那些飞行的旗 这份《华有西报》出版了三年之后 因为诽谤一名政府高官 失去了联罕献报的权力 由后来新出版的《China Mail》 抢走了这宗生意 在下一期的头条新闻节目里面 我们会看看《华有西报》 所涉及的这种诽谤官司 《华有西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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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好人 我们这个节目 在适当的时候 有一个小品 叫做《明人俊语》 刚刚这一集有你 叫做《适当时候》 那你读错字 刚才说 因为我们的行家 杨八妹 她说 《时人俊语》 这个《俊》字 不是读《俊》的 应该读《算》 《时人算语》才对 哦 那八妹 究竟时间还是时间 撒一次 我已经知道 我已经知道 那些《 OFFER民 sä 》 那是 adjourn了 你这就是 那是 那是 抢腾 是 你这就是 他要求 有什么 抢腾 那是 你自己身身 嘗 现在 你以后 牛不飲水不禁得牛頭低 這個說話 剛才李柱銘也認為 你不可以搶給一個好的公務員 做一些他不想去做的事 想不到馬丁的翻譯翻上下 我們也有一句奉獻給李議員 就是你不可以阻止一個好的政治家 不做一些他很想去做的事 字幕志愿者 李柱銘